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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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还有多久才能看见 人们脸上失去的笑容 画画世界的美已改变 别哭泣 拨开昨日忧伤的乌云 找寻回那阳光灿烂的明天 前方道路崎岖难行 不畏艰难依然前进 就算全身沾满了泥泥 我也不放弃 让我们的爱与关怀 和你编织最美的梦 带着希望的彩虹 迎向未来的天空 为着人的幸福 为着人的幸福 为我们的驾离的当 驾无知 心甘千万 让人当作是梦带 朋友嘴里来 我若是梦不观 风好是走在我 不勉驾 有我醉拨到你走 我醉拨到你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两天的震灾 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整个 大家会觉得说 就是在作秀而已啊 然后结果 只要你有对政府提出批评 你就会被修理得很惨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提出批评 你只是在做你的选举的事务 你还是要被修理 因为你企图要 把整个绿营的版图 给拿走的话 当然修理 一定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就像早上 大家关注的一场记者会 刚刚开了一场记者会 因为他被说 这个大家都觉得是学霸的高材生 居然说博士论文也抄袭 周刊下得非常耸动的标题 你可以看到这家周刊 最近他所经营的电视 也听说准备要移屏到黄金时段吗 这一连串是巧合吗 用这么重的字眼下去之后 结果 刚刚刚今天开了记者会也说明 我看到线上很多观众朋友 也很关切这件事情 这个是到后面 我们今天临时也会来加以讨论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重点 就是说 如果碰到天灾人或 或是碰到灾情处理的时候 原来我们的总统是这样做的吗 这个今天我们都会好好的讨论 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我们宜兰县长的候选人 也是我们立法院党参主任陈宛慧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宜兰县长参选人陈宛慧 主任好 我们家好 大家好 宛慧姐叫我主任 我在紧张一下 智豪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大安文山 这个今天议题跟他也很关心 因为他一销的经验非常非常多年 等一下也会请教他一些专业的意见 我们请教我们智豪 是 宣服哥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热血记长张智豪 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两天大家讨论的话题 救灾的SOP是什么 这个其实蔡总统算一算 也当了六年的总统 六七年的总统 每次都是这样做 怎么这一次不太一样 是不是因为选举到了呢 好 我们先讲到周六周日 大家正在被震的不停 非常非常紧张 尤其是礼拜天 哇 一下传出房子倒塌 一下传出桥梁断裂 大家都很紧张 心里悬着一颗心在那边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 这个应该是台东的观光处的处长 他说了一件事 他就说我参加了 有史以来最冷血最无意义的防灾会议 简单来说呢 花冬这个所谓的现场的所有救灾人员 相关医护人员 包括县长 父母官等等 全部都接到指示说 傍晚六点开完会之后 说蔡总统要到中央灾害应边中心来开会 然后呢他们就等等等等等到 总统八点到等了两个小时之后 想说那我们要跟总统报告我们现在在灾况啊 什么情形啊等等 结果呢 发生说总统上场之后 念完稿 三个人 哪三个 就是总统 就是内政部长 就是行政院长 不要说拍拍屁股啊 反正就是转身离开啦 现场所有人都错愕 结果问到花莲也是一样的状况 结果还听说现场其实他们不只是看到总统走了 其实他们现场是听不到声音的 就我先问一下王蔚姐好了 就是说这个过去以来啊 常常我们有看到 常常有防灾会议很习惯 说总统在那边 哪个县市哪个县市怎么样怎么样 这一次居然没有 然后低头念完稿就走了 那开这场防灾会议是在做什么 我先讲就是这真的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荒腔走板 就是我自己在民团的时候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实这次的连几天的这个政 其实让大家想起九二一大县政 那我想从第一天开始 有比较剧烈的摇晃之后 其实余政是不断的 那我觉得人民的心理上面 我觉得身为一个总统 他应该 不然这就是幕僚出很大的问题 总统应该要知道就是说 其实民众其实因为过去的这个 九二一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经验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害怕 心理这个担心是存在的 而且气象局又说 前一天那个不是主政吗 到第二天才是主政 修正了 对那你一个总统 那已经到了这个 已经是政完之后了 那你竟然在 到这个应变中心这边来的时候 你只看稿 念完稿 然后你的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 应该要待在那边的这个徐国勇 徐部长也就跟着一起走了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荒谬 你到底有没有体认到 你今天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你全国的人民正因为 这个地震之后余政不断 然后甚至已经都传出灾情了 那你竟然念完稿子就走了 完全也没在管就是地方的这个 地方政府的这两位这个父母官 跟相关的官员 正等着可能中央这边的一个 相关的一些资源跟援助 对这个刚刚晚会讲到说 这是不是幕僚的作业疏失 可是我自己想到一点就是说 的确啦他们那个消防署赶快 这个锅我赶快出来背 内部的幕僚作业疏失 我会检讨改进 然后总统出来道歉的时候 行政院长出来道歉 也都说是幕僚舒适 其实我就问一句话 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看到这样状况的时候 你去房贷中心 你自己低头念完稿 你不会想说你问问看灾区怎么样吗 这个过去你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突然那一天忘记了 或是说大萤幕上面 明明你看到花莲现场在那里 明明看到台东现场在那里 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我会问一下这好 这个过去救灾的SOP的作业 而且听说当天其实很多的 救灾的指挥官或人力 也被卡死在那里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 这样子因为我本身就有去过 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灾难应变中心 它其实位置就在新店的消防署 那离台北是非常近 过一个桥就到了 那里面的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去过 它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可能电视上都有看到 它有非常多的电视荧幕 然后一些这个视讯的设备 那么前方就是长官的位置 那我想讲的是 谁不把它推锅甩锅给这个幕僚 可能啦或许音效不好 你可以说是设备问题 你可以说是幕僚的问题 可是你是一个一国之军 你是总统 你是行政院最高的行政首长 行政院长也到了 内政部长也到了 你就是主管这些业务 救灾防灾业务的人 你会忘记刚刚所提到的 跟大家问候一下吗 那个荧幕非常非常大 就有个很大的荧幕在你面前 你可以看得到现场这些实况 他都会把这些灾区的状况 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呈现 你看不到吗 任何一个人 如果今天是我 我就算是幕僚有疏失 他可能说 那我们就是讲完话走人 你是总统 你是行政院长 你的心里面没有你的人民在吗 是啊 他们在哪里 你的心中只有选举吗 你是不是应该问一下 就算幕僚忘 你可以问现场 那你现在那边到底情况 你假也要假一下 打电话嘛 賴不好打电话嘛 演戏也演一下 好走人 这个代表什么 心中没有人民 只有政权 只有利益 只有政党的红利 只有政治的红利 完全没有把人民百姓的那种生命财产拿捉放在心里 讲完了 解决了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幕僚 什么作业数字 没有这种 这可以讲吗 是屁话 幕僚一直以来 不管风灾震灾 都是这样作业 他们怎么突然 幕僚突然忘记我 我说我要试讯了怎么可能 是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是 我想到了 是我今年 对 我是今年的凤凰奖得主 那是一个全国最高消防荣誉 那我们的这个苏贞障院长也有去 现场呢 我就不说了啦 基本上他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那拍照拍拍完 结果 你知道 他拍完合照完以后 照理说是应该跟大家挥挥手 等一下 为什么他脸色不好看 我也不知道 看到你是民众党了 他不高兴 他应该不知道 结果呢 反正说我们大家合照完 理论上 然后大家挥挥手 询问一下嘛 对不对 不是哦 你知道那很夸张 当主持人还在讲说 那我们这个院长 准备要离 他就已经走出去了 啊 很急啊 赶时间啊 我们现在 欢送院长 谢谢大家鼓励 他已经走到门口走出去了 他也没有说 打个招呼 要跟大家 没有 他就走出去了 所以 他的心中 我觉得他们想的都 他们自己在 想要去做的事情 这种事情对外来讲 根本就不是事情 想要去做的是什么事情 想要做的就是选举嘛 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这个蔡总统 你看 光看这个哦 你不要看我 我这个上面有的字 或下面的字 在干嘛 选举造势吧 看起来就是选举造势吧 看旁边是谁 哦 我不知道这个 蔡培会 蔡培会是不是 对在那边 那个是蔡培会 对蔡培会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 可能他们的议员参选员 感觉就是都拉抬支持 不是 这个居然是说 在地震的时候 他要发表谈话 当然我们要关心 比如说我在南投行程 然后政府都掌握 及时状况 幕僚随时上我报告 你旁边就不能站的是 不管是你的发言人也好 或是你相关的 比如说要救灾的人 或者你要了解的人也好 你旁边站了一整排 到现在还是想的是选举 就是这些参选人 然后刚刚讲到 苏贞昌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讲 为什么那时候 我记得我也有听到 那个花莲县长徐真卫 还有这个台东县长 饶倩林 他们说他们那时候 原本是从灾区 赶快赶到他们自己的会议之后 然后听到总统 听到说 哎呀八点要开会 赶快赶过去 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因为小心被挨骂 我们看到 其实逆风的乌鸦 有提过一个往事 我们直接用看影片的来 这是2020年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脸绿了起来 大王冬春啊 这个视讯 这样子应该再改善 这样子视讯 还不很清楚吗 不但忙抱怨 还忙着把 县市首长找出来 你现场呢 报告院长 现场现在在现场 还在看灾 所以没有办法连上视讯 林将军 林将军有要紧吗 县市长们在前线就在 手忙脚乱 雨林鞋忙到 只有一半的头露出来 绿色执政的嘉义 还生怕隔魁 升起起来 大家知道院长要开这个会议 但是时间上搭配不来 在这边跟院长致歉 非常不好意思 在党偷骂人家看灾 你点名这是耍官位 还是在刷存在感 好 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 这个不去 你知道 大家鱼记有蠢 就是这耍官位的行政院长 然后说你能饶县长跟这个 当然他们其实敌取啊 这个任务所在 所以说他们也要赶快去报告 就一整件事情 居然就这样子直接推到 虽然说行政院长 跟这个总统有道歉 但是推给幕僚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 这耍官位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而且那时候苏贞 他在点名的时候 你可以看特别点名 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 就看起来就是 在野党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非常非常离谱 好但是接下来呢 政压大家会觉得说 都在花莲都在台东 可是政治的政压在哪里 在桃园啊 因为我们会觉得 甚至这边其实也会有啦 这个张启臣那时候 在台中的时候 其实政治人物 有时候想要轻松一下 比如说张启臣在成立大会 他当然他可能不再知道 地震的什么状况 他就说哇 这可能成立大会也会地震 可见卢秀燕 陈正贤的威力是撼动地球啊 然后这个应该是屏东的啊 屏东啊这是翻转屏东市的征兆吗 等等 我先光讲这个 王辉姐现在也在考选局 就是想要会致辞 有时候临场应变或什么 像这种碰到这种灾情的时候 其实讲话 其实要特别特别小心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刚刚徐甫提到 就是说像当天 这个地震一摇之后 其实我想那两天 我自己过去在921的时候 在这个救灾的相关的事情 其实也是非常的有 这个投入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 这个刚刚前面讲到 总统跟苏贞昌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将心比心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江委员 在这个现场 有时候那两天都已经在摇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是要有一定的一个敏感度的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幽默 可是你不知道后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像我们自己当天 在宜兰县这边 我们所有的活动 都立刻就做一个停止 那天我们在牙妈咒嘛 所以我们就赶快把 这个市长议员啊 这些候选我们都 赶快把他们 就是请他们终止 这个相关的一个活动 所以一开始在摇 你觉得这个地震 看起来感觉蛮大的 因为已经摇第二天了 我自己因为在921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救灾 知道这个余震 一个很大的震之后 那余震如果还是这么明显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警觉性 是非常高 因为我们有看过当时 房子倒 然后死了很多人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我们个人 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特别特别有感 而且那时候是从 前一天就是从台东开始咬嘛 那就已经有些灾情了 那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看到 花莲这边 有更严重的灾情跑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 虽然在竞选的期间 但是遇到这个 跟人民相关 性命相关 身家财产相关的事情 我觉得身为政治人物 将心比心都应该先放下 我们自己原先的一个竞选活动 先关怀 关注我们的这个灾区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做什么 这样 对而且尤其是 王文姐在的是宜兰嘛 大家看说台东花莲 然后其实那时候 大家也很关注说 宜兰会不会有状况 像比如说像碰到这个状况 那时候停止选举活动的时候 王文姐你还有再多 怎么样去关心一下 比如说这个相关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有啊 其实我们马上就讨论就说 我们就跟几位候选人讨论就说 那因为我们就先看到 台北市政府跟 应该说中央的这个消防单位 就已经开始 call各地方政府临近的 像台北 宜兰啊 新北 其实都有下去做支援嘛 那我自己过去纠灾的经验 就知道说 其实第一时间 我们民间是不要乱 就是先以这个中央地方的 这个合作为主 因为这个是从921之后 我觉得建立了一个 很好的机制 只是没想到这一次我们的总统 进来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身为一个大家长 但是你并没有去 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扛起来 那你让地方政府的这些父母官怎么办 他一边要去救灾 勘灾 然后一边又要赶快来跟你开 这个灾害的这个会议这样子 我觉得将心比心就好 如果你今天是在现场的 这个要去救地方的这一些 地方父母官 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当下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听到 后来他们说 因为觉得视讯太吵杂 所以就把花莲台东 他那边 他们看得到总统那边坐在那里 但是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 这等于完全是一个 完全无效的沟通 所以这整个会议等了两个小时之后 然后开了几分钟之后 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那你说这些 也不是说第一次当行政院长 也不是说一开始当总统的 然后你就 你们大家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很奇怪吗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是蛮离谱的 但是我们刚才讲说政治的正央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桃园的巴德 我们详细讲说桃园 大家觉得奇怪桃园有震多大 我们看一下 桃园听说那一天是三级的弱震 好我们看到三级的弱震 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几乎所有人都会感觉到 有摇晃哦 然后有的人会有一点点恐惧感 然后呢 如果在屋内的情况是 房屋会震动 这个你有碗盘啊 门窗会发出声音 然后玄关会摇摆 然后呢 但是他们有说会有什么剧烈的晃动啊 或是会有东西砸落吗 都没有 一直到这边 到五级算强震的时候 大多数人会感到惊慌啊 会难以走动啊 然后部分没有固定的物品 才会倾斜掉落 少数的门窗可能会变形 大部分未固定的物品 会倾斜掉落 这是未固定的哦 可是你要到 可能到六级到七级 才会有可能损坏倒塌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 因为三级的地震 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还上了CNN 我们来看到 桃园巴德的国民运动中心 前一天哦 才说灯灯灯灯 这个五楼的雨球灯 就是这里 完成了 请大家来体验看看 结果不要说24小时 才过16个小时 灯灯灯灯 这个可能要下 音调要下降了 为什么 变成这个 看起来非常非常恐怖 如果有看到那个影片的话 你会吓死了 然后觉得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豆腐渣工程啊 那当然 桃园市长第一时间出来 他就说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这样道歉 可是呢 彻翼没有 没有闲着啊 什么呢 你说这个是桃园豆腐渣工程 救国团是营运啊 地震出发是工程营造啊 为什么 跟我们桃园是什么事情 这个一定是救国团 救国团就是万恶的国民党 我跟你讲 志豪 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你有看到测义已经开始准备 就是说 救国团营运的啦 就是他啦 这个哦 大家如果有看到那个影片 我真的是用惊悚来做形容 但是大家在摇的时候 我看那个人还 还这样稍微看了一下 然后他等了几秒钟 好像苗头不对了 哇开始 绝命终结战的剧情就是这种 就下来了 电影情节 这个我其实我真的是觉得 好险没有人受伤 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么我们来讲这个测译 那好像是浩宇哥嘛 我觉得不想批评他 不想再评论这个人了 对不用说 请问一下救国团是运营的这个机构 请问一下工程是他包的吗 不是嘛 开标不是他标的嘛 后来新闻也有报嘛 是陶渊市政府嘛 是不是 这不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就跟一个大楼的可能那个楼管啊 管家警卫 你要说要负责大楼营造是他吗 我今天本来我把一楼租起来 做快餐店 结果做做之后 哪天突然灯掉下来了 结果说是我快餐店的问题 不是这个样子嘛 他是运营者是第一点 所以你万二开始要甩锅到蓝 就变成是要把它推给国民党 这根本就是政治操作 我根本就不想要评论 我当然想想讲这个工程出包的这个厂商 这个大家后面有看到 这个瑞柱营造 对 有够夸张 这么多严重的公安事件 而且是有人死亡 有工人死亡 这么严重的事件 好我帮你念一下 2017年工人被钢筋砸死 这是这个瑞柱营造发生的事 2019年工人被板膜砸死 这个公安非常可怕 2020年就是这一次 好你看哦 这个是有人死亡哦 这个是违反劳动法令 210次 违反职安法令 199次 所以你看看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 今天一个标案 我相信县长也是非常理解 其实你要任何一个标案 它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嘛 你的厂商不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 难道这个不会把它放到资格里面吗 这么糟的一个厂商 死了两个我们的国民 然后呢违反210次 不是21次 我觉得21次都很夸张 它是210次 罢不怕啦 就不怕 然后你还要再发报给他 他还可以继续得标 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就在政府 那你政府的相关大会 你桃源市 到底有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些事情 是不是应该 当场你就应该 其实这种就根本是拒绝往来户 不应该要让他可以投标 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再推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侧翼啊 这个真的不要再去甩锅了好不好 你们自己桃源市政府 还是要检讨一下的啦 光推给这个 已经快要不行的救国长 这样讲会不会太过分 再甩给来是 真的是 就我还会觉得说 我大概 我现在连营运这个 所谓的运动中心 都要出来背锅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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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算是 不知道绿营彻翼在帮忙洗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 一堆人看到营运两个字 就开始帮国民党甩锅 懒腦就算了 逻辑还错乱真的很可悲 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可以让大家了解谁是谁非 他说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在1911年营建的 但过去六年是民进党营运的 所以现在什么国家空转啊 民生大涨价 薪水跟不上物价 居住不争议 各种弊端不断发生 大家是骂谁 大家骂的是民进党啊 所以这次我骂旧国团是很合理 我怀疑这是完全一个反串 他是在偷臭民进党啊 对啊 但这件事情 那等一下历史哥来了 我们也要请历史哥来评论一下这个事情 我有特别去问了一下 为什么要画这个图呢 因为这个现场 它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本的图 它是在这边 其实去年八月的时候 它上面就有这样子的隔板 然后这边是 所以它的灯具 它其实它原本的设计 就是这样子做的 然后呢 刚才讲的这个锐柱营照 也被人家直接踢爆 说直接一脚 就是有时候人家那个 真的是踢爆 一脚天蝉脚还是怎么样 直接 佛山无影脚 真的刚才我还会讲的 就是真的踢爆了 墙就踢爆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 这个也是救国团负责吗 然后呢 这次人家在讲说 你看哦 这一次的掉下来的 都是上面的 所谓的那种隔音板 但是呢 灯具在哪里 灯具其实还在上面啊 所以你说 你说你要怪灯具 背锅说 救国团抓到了 是你在负责什么灯具的修缮工程 可是人家灯具好好的还在这里啊 所以 要抓 这个图看起来 凶手非常明显是谁 我问一下历史哥 你觉得 这个人家讲说政治的中央 政治的那个政央啊 就在桃园这一块 这看起来 我们那个五星市长 郑文燦 好像跟这个新竹的五星市长 好像有一个满惨的一样一个命运 然后被人家戳破 就是你盖的东西 怎么盖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就用这个八字睁眼 就说呢 隔三打牛 臭味相投啊 就可以解决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 为什么 镇央在花莲台东 就隔三穿越了中央山脉 然后传到了 这个传到了桃园 这随便解释谁会信 对桃园不是在三级吗 怎么大家都会关注在这里 把大家当白痴嘛 真的嘛 我们高雄是五级啊 这个第一阵6.4的时候 我家的这个鱼缸 砰一下 我还去救了两条鱼哦 所以 我们高雄五级 哎 这是我家没有电灯掉下来 没有这个东西掉下来 五级是少数部分 未固定的物品 才会倾斜掉落嘛 是没有固定的啊 所以就很好笑嘛 就你这边荒唐到极致 隔三打牛 你现在怎样 周星石电影看太多了 嘿 哇 这样子吗 不是嘛 所以你要再解释什么 所以彻翼很紧张 赶快出来解释 所以第二个叫 臭味相投 为什么 难怪 郑文畅会找林志坚 为什么 因为两个都找12亿的 弊案爱好者 对 正好都是12亿魔术数字 刚好一个上天一个下地嘛 就一个是土地太硬 另外一个是天火板掉下来 所以就上天下地嘛 就其实民进党的执政啊 要问我们隔阳人最知道 原知原味 因为我们这个被执政了二三十年 到处多的是这种逻辑 他们逻辑其实很简单 这边跟许甫报告 他们逻辑很简单 我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 那就OK了 那只要你喜欢 所以你看前一天开幕隔天掉下来 前一天很漂亮嘛 对这个下面还有很多人去留言嘛 就说谢谢德政 真的感恩戴德这样子 感恩戴德 结果我发现很多都是反串的 就太荒谬了 然后掉下来 那其实这事情真的很严重 今天真的运气很好 我必须要讲 我们这一次大地震 真的运气很好 到现在就是这个水泥草 黄信工不信嘛 那其他呢 你看光那个大桥 花莲那个大桥倒下来 就中间那一段两台汽车飞出去啊 二十几公尺掉下去 好险铁包了 我没事 然后呢 唯一一个骑摩托车的 刚好前后断 然后他留在中间 对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运气很好 那像这次一样 他掉下来的瞬间 那个影片我想大家都看 吓死了 结果大家跑很快 那不就还好 刚好都是运动 每个都羽球高手了 对啊 如果他这边是办什么 亲子活动的时候 哇靠 那真的完蛋了 这个福哥我跟你说 不要说这个是办什么 就办马球运动就好 或者办那个锤球 锤球大半是这个老人家喜欢玩 那光锤球你看得跑不跑掉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脚肉是不怎么乱走 对不对 脚头又不会叮动了 所以今天这个运气很好 刚好打羽毛球 是一个最激烈 要跑动最大的运动 所以大家散得快 才一个人民众受伤 我们要想哦 他上面掉下来的啊 可以看到 他是包括铁架都掉下来 对啊 整个脱下去 真的 那你就想大家会怎么说 小李飞刀他妈的刀嘛 对不对 雪滴子 真的真的 那测过来 那真的不得了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 他们想要预盖迷藏 第一时间哦 我想郑文燦哦 他的反应是很 这个是很平淡 就是装实 想过去 因为他自己大概心里也暗叫不妙 其实讲白了嘛 三级就会掉下来 任何理由都不能解释了 那现在丢到救国团 那简直是更荒唐 这救国团 请问这个是BOT 是救国团build的吗 是救国团盖的吗 你说灯具 就像刚才福哥说的 灯具一个也没掉下来啊 是啊 所以这还反而证明了 救国团的清白耶 灯具还在这里啊 是啊 那还好救国团没有把灯具 安在那个天花板 不然说你因为安装灯具 导致天花板工程掉下来 现在的确很多人 没有看这个戏 看这个图就会觉得说 都是灯具都是灯具 都是因为你动了这个工程 好我就给大家看 这个是联合报 今天最新的独家说 经过了三大的这个 他们应该是那个 类似济师的事务所去 初步勘验 就是你这个钢梁设计的瑕疵啊 就是你原本 它这上面 我们在讲说这个隔音板上面 它有这些钢梁 原本设计瑕疵是原本就在了 这件事情 不过今天历史课来了 我们在讲到说 桃园是正央 可是呢 还有一个正央 也在总统府这边 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 就是说 怎么会总统去勘灾的 就是说什么 中央指挥中心开了之后 你完全也不听花林 也不听台东 然后照着稿念完 五分钟拍拍屁股走人 大家都傻眼 然后结果 你说现在彻翼真的了不起啊 姚庆林啊 跟那个许甄伟 现在也被出征了 就说怎么了 就是说 总统我还看到绿营的节目 在讲说 总统想的就是要去救人 所以他很 坐在那边坐一下下 他就要走 他就要去救人 你台东现场想的就是说 怎么不给我秀的机会 然后你后面 还自己也去跑行程 这个在彻翼的眼中 其实是台东现场想秀啊 其实我就讲 刚才有人说喜记远远 好没问题 大家这个 我们是悲剧 喜剧的 喜剧的跟头是悲剧 所以叫悲喜剧 我们其实今天不是说要 故意要这个讲这个 我就比较震惊一点 如果你们喜欢 不喜欢政经的话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 这个事情讲一个直白的 总统可以为了三立劳动过 是做空军一号 那请问为什么这事情 你连念完就闪人了 你的空军一号在哪里呢 其实讲白了 你要飞哪里 没人可以阻止你 这个时候空军一号 不用在你自己出油钱 事实上啊 这件事情就可以充分展现 现在蔡英文的逻辑嘛 就是人血 第二个呢 他有个恐惧症 权力失去了恐惧症 因为为什么 他现在今年选情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他现在心心念念脑袋挂里面 装的只有选举 那至于说台东换来这个地方 他认为他评不见了是选不赢嘛 那所以本来就不是平行党传统区 我花时间在这里干嘛 浪费我的时间 我赶快去下一个行程 那当然不要让他表现 所以这些侧意很荒谬嘛 那如果说总统这么关心 那就叫总统飞过去啊 那飞过去很难嘛 而且我讲一个实在话 这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很没有sense嘛 第一个你念完稿 你是不是也要听一听人家 就算做样子 你也让大家回应一下 那为什么要开这个灾防中心 大家觉得开这个灾防中心 真的没有用吗 如果真的没有用 这东西不会存在 为什么要开这个 因为就是说地方 有哪里需要你中央帮忙的地方 那这时候我给你做一些报告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花莲那个断线 那是更扯淡的事情 那如果花莲断线 那请问电话断线了吗 现在是讯号不好吗 所以他就没有任何make sense 但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 你看我们大家忙着在救灾 然后反应的同时间 现在民进党忙着在把梯台干掉 忙着在把梯台的频谱牵出去 等一下我们会好好来谈这件事情 所以他现在我就一个结论 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 我今天讲我敢负责 今天9月20号嘛 我们现在两个月 随着选情越来越不怎么好 因为时间越少 民进党干的疯狂事 只会多不会少 我再说一次 随着选情的越来越不好 民进党干的疯狂事 只会多不会少 大家就等着看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如果2022没得救 那我就2022是最重要 所以放弃 适度的放弃2022 就2022是OK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现在就是大量的抹黑战术 泼各种脏水 你看今天早上 那个高欢委员不是才在 我们迷路之声才开记者会吗 这种东西需要解释吗 我请问你四叉猫 请问你哪一间的 对 真的把平常网路笑话都搞真的 因为他们很常攻击我 他自己都承认他自己看不懂论文 然后他在那边跟人家接壁接的 跟真的一样 徐伯格你知道更扯的事情是 他竟然在回应他的粉丝下面的时候 他说他把高王安的硕论看完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 他有看完是不是 他说你看完你哪里看完 你看方便看完 其实很荒谬嘛 就是其实他现在已经拿到了某些指示 某些去做 然后平常他们之前很喜欢工具 我说历史哥是个学店的这个什么 学店硕士文组没用的 垃圾学店文组硕士 我都可以接受 就我去查一下这些侧议的有些 下面看 看他们的学历 你还不知道他大学在哪里 搞不好最近要关掉 不是我不是要学历歧视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问题是 什么人吃什么饭 你有几斤两秤几斤的秤嘛 怎么会搞到这个样子呢 你是现在就反正 因为林志坚臭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人通通剖掉 你民进党真的不要为了一个选举 把台湾的高等教育给摧毁掉 你民进党不要为了你的12亿的弊案 把台湾未来公共工程 他的这个未来的潜伏器都摧毁掉 你就想救国团去接这个中心 救国团刚才两位都提到营运困难嘛 他们也很辛苦在戳下 我上礼拜刚好访问那个葛永光主任 他们也讲到 现在民进党对他们这种生吞活泼 那你看第一时间彻翼攻击他什么 就是中国青年救国团 所以是这个支那害的 就是都在搞这种脏水 那未来我请问 优质的讲直白一点 救国团你喜欢他也好 不喜欢他也罢 但事实上救国团 他的杖是最清楚的嘛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特殊的结构 他能不清楚嘛 那以后谁会愿意去接 这一种运动中心呢 那以后谁会去想要承包这个 那再进来的那些企业是谁的呢 会不会一查 又是民进党的皇亲国旗 所以你这是在摧毁人民未来的福祉 为了选赢 甚至选不赢 但是我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后把台湾未来撑毁掉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对 刚才历史哥在问说 他觉得这个选举越到后头 他觉得越疯狂的事情 民进党会越来越干出来 越来越多 你觉得还会有更疯狂的事情 你帮我加一 你觉得现在已经真的非常离谱了 应该不可能再有更疯狂的事 帮我加二 我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当然很疯狂的事情 刚才也提到 包括学历这件事情 林志坚 包括早上记者会 跟刚才历史哥都把它呼唤出来了 林志坚的确最近又回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到 他回来带来了两句话 第一个是说 新竹的棒球场 虽然有地方做得不够好 但就像台积电的晶圆 也有不良品一样 大家说是不是 就被他讲说 哇你现在 让大家觉得说 你的学历已经被送杀之后 你还要得罪台积电 尤其台积电在新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大家地方的产业 而且也是全国大家去公认 就是台湾的骄傲 所以柯文哲就讲说 你爬了一个坑 你又掉了另外一个坑 你何必 他讲另外一个也很好笑的 就是说 他讲到的是那个 在桃园张善政 他就说 你要知道啊 这个诚信是比选举重要 由他讲出来 真的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但是他到底 人家讲一句话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有勇气讲这句话 现在非常非常多 人家在讲说 年轻的铁票已经生锈了 因为大家觉得 你民进党不是说 你操控媒体 黑的说成白的 大家都会相信啊 因为大家其实都会 很多的管道 去接触到网路 或接触到各个地方 不是你讲的算了 像王菲姐 你自己观察 所谓的年轻铁票真的生锈 预估至少流失两成以上 在宜兰 或在其他地方 你观察到真的是这样吗 我自己这次加入 宜兰县长的这个参选 那我自己也发现 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他的政党属性是低的 但是呢 他其实也不是 就像刚刚徐福讲 他得到讯息的管道 有非常的多 所以他不会只看到蓝的 偏蓝的媒体 或偏绿的媒体 说完之后 他自己就没有任何判断 如果从最新的上次 最近的这一份民调来看的话 我自己在宜兰这边的观察 也是这样 所谓的中间选民 他本来就没有政党的属性 那尤其是以我们 20到40岁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一块是最明显的 那再更明显一点 就是20到30岁 他的kimoji很重要 那他自己也会有 在他网路上的各种 各式各样的一个 社群跟朋友这样子 所以他看你爽就爽 看你不爽就不爽这样子 那他也有他自己的 判断的一个方式 跟他们自己社群的一些语言 像刚刚讲到的 其实我是很想来爆料 爆料 不因为最近是这样 因为最近我这个 揭闭的这个形象 对对对对 爆料女生 那所以我 就是开始会有一些人会 越来越多人会跟我检举 我今天早上呢 接到一个检举是这样 回到刚刚那个锐柱 营造的部分 今天在我们自己民众资深 踢爆踢爆 但是因为我想这个 我们是非常负责任的 得到任何一个讯息 包含我自己在宜兰 做了所有的揭闭 一定会跟我们的律师团 都讨论完之后才再来显现出来 那我今天在这边 我要特别提的 刚刚我们的这个 志豪也有提到 为什么光看一家锐柱营造 为什么他违反这么多次的 劳动法令跟职安法令 他可以持续的 持续的拿到我们桃园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工程 光这件事情我觉得 监察院就应该要去查 没错 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监察院你不要只查了一边 不查另外一边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严正的提出来 就是针对我们锐柱营造的部分 如果他本身就已经违反 这么多的法令 那你这个桃园市政府 为什么还一直运用它 来盖相关的一个工程 我觉得大家就要去思考 接下来我不讲详细的内容 我只提几个关键字 有兴趣的人你就去查查看 这个锐柱营造的董事群里面 有一个叫龙邦国际 新业股份有限公司 龙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里面这家公司里面 曾经有一位董事 离职的董监事 叫做王化宇 那这个王化宇 他曾经是我们的郑文燦 在担任新闻局局长的时候 相关的几个重要的机要人员 好到这边 接下来剩下的 我觉得我们就要来做查证 这都是跟瑞柱营造相关的 相关人等 那所以我现在这边要讲就是说 前面后面这些事 后面这些事要去追查的 我想任何一家 包含我之前揭露的 由宜蘭县的相关的这些弊案 我认为的弊案跟土利的事情 都是有所本的 这个东西都很简单 这些所有的相关人 他绝对不会只有一层 大家往下查几层 所以我今天早上拿到的这个资料 是已经好几层了 对 瑞柱里面底下的关系企业的 里面的人 跟桃园 郑文燦的相关的 过去的关系 那我们不要说我们影射 这是我 我是把我拿到的检举资料 先把一些关键字先提出来 那接下来有兴趣的人 就去查一查 我想我现在刚刚讲的 这个我们年轻人的部分 这个很有趣哦 其实这就是年轻人 有时候有兴趣的事情 对 你给他一些线索 他自己就会开始往下查 因为他们现在 这个Google的能力 网络科难现在非常多 对非常多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 像是四叉猫这些人 你要做功课 比你这个认真的 这个网民多的是 那些就是我们的年轻人 他也不会只有听你一边的话 他也会去查一查这样 对刚刚刚这个网友已经留言说 晚会变成街壁王了 然后他有人刚才问说 刚才是讲王什么语 是王后语 王后语 他好心里带了一下 华语 那个人又出现了这样子 哇又再太厉害了 哇塞 就是所无所不咬 但是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问一下志豪 就是说年轻铁票 是不是生锈就在你这个 几乎在跑基层的状况底下 其实像民进党的确 他的媒体优势很大 我今天自己的感受 就是说早上 静周刊报的这一篇 包括高桓安的这个 当然高桓安过去 比如说什么翁达瑞 都常常会有人质疑他或什么 他其实他也拿出相关的证据 你也看他过去的学历 你就知道 他就是以学霸出称的 可是今天媒体 我至少看到 静周刊出来之后 媒体铺天盖地的引用 非常非常多 那个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可是呢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说 即便在这么强势的媒体状况之下 为什么还会有 所谓的绿的 而且尤其是绿的 年轻铁票生锈流失两成 为什么 我想虽然说目前 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 都被控制在绿色 但是我觉得刚刚这个 县长也讲得很对 就是说其实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媒体的这个 多元性 其实是挡不住的 赖群大家也会发 他不见得会一定会相信 这些主流媒体讲这些事情 比方说像今天这个高委员 大家的这个记者会上 做了非常非常好的澄清 那他们就会去搜索嘛 比方说那你到底 高尔安讲得对还是不对 他们可以去搜索他的学历 他有非常多的方法 可以去验证 到底这些媒体讲的是真的是假 因为年轻人 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去做 我的团队里面 就有个正大大一的一个学生 我几乎所有什么问题 我只要提出来 我还没讲完批一趴 他已经丢给我了 因为他们这种搜寻能力 还有那种好奇心 想要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到底是不是事实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那在我的选区我有观察到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年轻铁票生锈 因为我们在 如果我们有就是7月 有做个民调 我自己也很讶异 因为 因为 居然 我的绿营的年轻的支持者 就是20到35岁的 居然是成长的 而且是多的 就是他的属性是属于绿营 但他又支持你张志豪 这个就很妙 他的政党属性是绿的 可是呢 因为我本来以为说 我这样的可能会比较信 那种婆婆妈妈 尤其是大安文山 很多的磕黑议员 是是是 结果居然民调呈现出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蛮有趣 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跑不了 因为什么 现在 绿营有很多的最佳助选员 比方说我们的寇寇姐 这个不得了 这个还有 其实我王浩宇也是 他们这些人讲出来一些话之后 尤其是磁忌的那件事情 我知道我那天看到我下巴都掉下来 我说哇 昨天晚上都还在打磁忌啊 我说哇 这样也行啦 所以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年轻人的分辨性还是很强的 因为他们会去求真嘛 那这人法师 不管他后面怎么样 可是毕竟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大家都查得到 所以 不要再妄想 用一些媒体来去糊隆人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对你刚刚志豪讲到的慈忌 我就想说今天早上那一句名言啊 这个越来越好像接力下去 一开始是说 你要相信林志坚呢 你还是要相信台大 对 你要相信慈忌呢 还是要相信卫福部 今天刚才说 你要相信星星大体大学的证明呢 还是要相信周刊不具名的爆料 这一个一个的 好像是大型的人民的智力测验 问答题很容易啊 但是呢 我同时又看到 这一题这个 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说林志坚我来叙述一下 沈慧宏办了一个 百公百业的后援会成立大会 其实在前几天就释放出 林志坚要回来 那个人要回来 要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然后呢 开始绿营就评估说 哇林志坚回来 能量始料未及啊 带来扭转新竹选局 这个文章如果说 大家有奇闻共赏 大家有兴趣去看 就说你知道吗 林志坚回来那一篇文啊 两万个赞耶 这个是什么 林根仁加上那个高宏安 几天加起来的总战术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 其实摆脱了这个低潮 哇整个起来 带动了沈慧宏 唤起大家整个光荣感 我讲到这边 林志哥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真的有平行宇宙吗 唐凤创出来了吗 其实我就想 两万个占什么概念 新竹市就44万45万人口而已 那你就去街上问嘛 2分之45 那是多少 那这比例是多少 对不对 那你就去街上问 看这个比例对不对 所以当然啊 可能有外线市来按战啊 但是创造这个假声量 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回过头来 其实民进党 他最迷信的就是网路这一招 各种彻翼这一招 像那个猫 对不对 这一件案子 为什么搞成这样呢 那个猫不就早上就在 昨天就在放风声了 我要举手插播一个 那个猫 现在有人问他说 刚才开完记者会的时候 问他说 怎么样 现在开完记者会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我要去吃饭了 我要跟朋友有约 他真的这样回网友 他就跑了耶 他现在当然可以吃很多的饭 哦 吃饭这一招 好忙的 他甚至少了很多海苔嘛 陆陆的我都知道了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想也知道 他的风向转得这么明显 刚好我刚才来前面 是我在中广 就采访碧如姐嘛 你看碧如姐也跟她不错啊 现在碧如姐又说那个猫 为什么 因为就知道嘛 这转得太明显的 而且还先放出来 而且大家就想啊 高宏安的这个事情是谁 请问是哪个周刊报的 静周刊嘛 那请问现在要上架 那个叫什么 静电视嘛 那请问这个叫什么 叫静传媒嘛 静干些坏事啊 老实讲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 看待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现在他就真的是迷信 我用传媒控制你的地道 所以台湾人真的要做一件事情 台湾真的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更何况你的伤疤 一天到晚在被划 就像个一直在自残的人一样 满手都是划痕 那些割碗嘛 但是呢 不会痛就没事了吗 拜托你从来没有好过 所以真的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不要忘记这件事 第二个就刚才回到刚才说 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部分 其实风向转得很明显 你就看两大论坛嘛 PTT就是可能30以上比较多 那在30以下可能就抵抗比较多 其实这两个地方基本上 大部分都在吐槽 老实讲都在吐槽民进党啊 而且现在大家其实最怀疑的事情是说 你到底你蔡英文总统是 是我们台湾人总统还是你是民进党的总统啊 你现在一天到晚开会 通通都归在民进党啊 然后今天早上我刚有看到PTT的一篇文章啊 有个乡民就发文说 这就是民进党的总统等等 把他细数一下 然后什么杀警案什么的 他都是在民进党发布 然后下面马上被推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已经慢慢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讲很久 就他就不是台湾人总统 他是民进党总统 可是过去可能大家不相信 现在一般老百姓开始慢慢相信了 那这就直接反映在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民调上面 其实也反映在另外一个 最近民众党的这个基本制度大升嘛 那这为什么 因为其实年轻人 他如果信你的时候 他会请全力支持你 请全力相信 可是你让他伤心 让他难过的时候 他恨你恨起来啊 比谁都还强啊 他不像这个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会 结构比较稳定 会比较死心眼一点 始终啦 西中的 厚平弯弯弯都很西中的 就是那一句 那不然你要投给国民党嘛 对对对对 其实我问我们家高人 我说 爸爸 你这件民进党选择怎样 他就说 那很多官司不算啦 他说 不然六都咧 三都啦 三都 我说高雄台南 高雄台南 其他还有哪一都 他说台北啊 台北很穩的啊 穩啦 穩啦 穩 哪个不穩 有吗 台北桃园新竹 看他们眼中都看起来很稳 很稳 真的 他们其实气势很强 所以你说民进党越疯狂干这些事情 其实他的基本盘是很兴奋的哦 他觉得你去修理实际 没有什么不对啊 你去修理这些 他现在的想法 我认为啦 民进党现在想法 他也跟我讲说 今年民进党的KPI 他们一般的这种基層的始终选民 他的KPI是什么 就是把台北给端掉 就把台北给端掉 所以你说这些年轻人 他说他们也觉得年轻人变来变去啊怎么样 台北端掉 因为台北刚好三哈都嘛 三哈都 那我只要雇注三层 不要像当年这个姚文志这样崩盘就没事 姚文志是连18%都拿不到嘛 虽然他老板喜欢18% 所以呢 这个18%拿不到 那他就是崩盘 所以他现在只要撑住这个 那回到我们讲林志坚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对新竹来讲 因为他是个比较年轻的城市 所以他这个流失啊 我想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但为什么一定要林志坚回来呢 因为只要今天不能把小智的错变成对 小智不出来他其实也是流血 那现在比较尴尬的事情 其实在一起党对小智太仁慈了 好像他一个躲到幕后就没事了 他好像很久没见 其实他没有很久欸 他在躲一下下而已 所以林志坚也知道这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当初在论文案的时候 被打得满地爪牙 突然之间呢小智突然做了一个停损之后 他像现在缓一口气过来之后 全面反扑欸 全面反扑欸 那反扑在哪里 高华安为什么要开记者会 莫名其妙 悉心那题需要证明吗 又不是LSE对不对 对不对 那张善政是康列艾尔的博士 那问题是他们有实际的业绩嘛 他们的论文的口试委员找得到嘛 都还活着嘛对不对 那所以今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小智这个洞补起来 那要证明小智是对的是怎么样 那就很简单 第一个要化解 所以呢天下乌鸦一般黑 所以疯狂出击 可是这确实有一个副作用啊 就是对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很多现在学士都不错 很多都读到硕士 认真学论文 像我们特别生气为什么 因为我还故意把我的论文从高雄拿回来 放在我的直播间的书架上面 以备不时秩序有人要查你论文 尽量查 尽量问 这边跟福哥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硕不是论文不是都要放在那个上面吗 我有公开的 最近这一波加了800多个点阅 哦哦哦大家去查了 就有人去查我 检验了 尽量查 145你这里来 四个咖才会被查 对嘛 陈志然最近也被那只猫查过 然后猜到哦哦好可惜没看到什么 对那没关系 但是刚刚讲到 刚才我开了一个玩笑 就是说老一辈的人都会说 难不成你要投国民党吗 现在有民众党啊 现在有民众党 你去投民众党 为什么呢 因为像民进党越来越像国民党了 刚才讲到说 新竹是年轻人的城市 可是呢 这个所谓的百公百业的后援会成立到 大会的时候我们就再讲 之前就被爆料了嘛 哦那时候还不知道林志坚要在这场付出哦 哇这个什么民防大队需要动员200人啊 然后要报名参加啦 这个分配人数今天要多少多少 要赶快报名 大家要达成目标啊 然后会帮你订便当等等 你以为只有这件事情吗 咦再来看到 诶吴独有哦 郑运鹏的竞选总部也来哦 这个桃园运转桃园胜利起航 也开始啊至少要无部游览车 每车我们会补助八千块 车支或以便当上限一百元一个来做核销 以前大家最会笑说 哎国民党你就是没人啊 在那边动员啊 民进党一个一个 啊不是都很稳 我问婉慧姐哦 都很稳都在动员什么东西 我自己也拿到南部的一些这种 像刚刚那个Line群主 我帮他传给我的 你知道就是说 我觉得民进党 我刚刚非常认同刚刚有个网友写 其实民进党现在完全在走国民党的老路 他自己不觉得 但他的套路上他只是运用的媒体跟方式 好像做了一个一点点转弯 可是事实上他完全都在背离民意 不说的民意就是说 现在很大一部分的这种网路上的这些社群 因为现在其实年长者他们也用社群嘛 对 他们其实也是会松动的 不是完全不会松动的 那我看到 每次看到这个东西 不管上面抬头怎么换 是民进党 那时候这个公投的时候 上面是民进党 什么哪里的党部这样子 我们都羡慕好不好 我们在选这个羡慕 就用羡慕 这个要花多少钱 大家算一算 你知道就像我们在宜兰县里面看到 就是我常想的一个笑话 就是蓝的看板是绿的上 绿的看板是蓝的帮他们上 现在在竞选当中 就可以花这么多的钱 到底 大家也知道一个立委 一个月的薪水 是比大家高没有错 我将近二十万嘛 啊这样子一烫下来 到底是要花多少钱嘛 所以你知道我有个理论啊 比如说从台湾的选举 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人的数学 一定是十当 怎么算都算不平 你怎么会相信 这个政治的误会不会贪污 对啦 对但我说我会觉得说 所以我就不认同 就是这种做法 他如果进去 那天我今天好像是淋佐水吧 他就有很客气温柔的 提醒民进党 这个实际要赶快 看到那份民调之后 他说要赶快来做一个调整什么的 我跟你说 人民就是会反扑 我本来一开始老实说 我自己看到那份民调之后 我自己也吓一跳 就是说民众党的认同度 是二十%多 第二大党的 没错 就是我们第一次民调有这么高 我想说哇塞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因为从党成立到现在 都一路跟着 从来没看过这么高的一个民调 而且又是同样一个 比较熟悉的一个基金会 做出来的一个民调 所以我觉得刚刚历史哥讲的 数学不好死当这件事情 在今天开始之后 我跟大家讲 大家就去算一算 计算机按一按就好了 这个不是说 大家永远都不会去想的事情 你知道吗 就像我们上次开财政几率 他跟你说他还了二十亿 请问他去年借多少 可能借一百亿 然后大家说我还了二十亿 对 然后没有债留纸 虽然我们宜蘭线现在就是这样子 就告诉你说我还了二十亿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是 借多少 这个事情我们高雄人特别熟悉 因为虽然是我们高雄乡亲 负债的城市 你看我们负债这么的多 然后陈其漫每天宣传说我还了好多钱 对 还了好多钱 建设啊什么无人机秀啊什么非常非常多 然后重点是很多人还相信 我简直是我就不知道 不可思议 对 这不可思议 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还包括刚刚其实有一点漏讲了 就是说林志坚回去 哇能量超棒 可是你知道桃园不是那么想 你看林志坚17号付出起手势的时候 在批张善政的时候 陈信比选市长重要 那9月18的时候 郑云鹏讲一句话 林志坚值得新竹市民鼓励 桃园我们自己顾好就好了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说 你不要再来讲我们桃园的事情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刚才没讲到 就是那个巴德这件事情 居然人家讲说 你这个巴德的羽球场 就跟新竹的棒球场是一样 结果被郑云他认证什么 这个是恶意连结啊 所以巴德的羽球场没有那么严重 新竹的棒球场比较严重 这是一个题外话 但是我要问那个志豪的是说 刚一直提到这份民调 就是游英勇老师讲的 20到54岁的选民民众党 已经全面碾压民进党 当然我真的觉得 听到民调再高兴一天就好 我们真的还是要继续进步 因为尤其年轻人的民意 其实他是变化的很快 看你不高兴 或者他觉得你讲不对 我就不能投你了嘛 我没有那么死忠 但是绿营人士 他说目前拿出来的对策 还是不拖2020年 辣台妹的范畴 就办什么社群大会啊 我们都很热闹这样子 连民进党自己人都在讲说 民进党陷入在意识形态的 苛救里面 就无法跟年轻人对话 吴子佳也讲说 你现在包括陈时中在台北市的 有个抽玉扣 很热心 超级助选员 帮谁助选 我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一个 非常每天配角 比主角还抢戏的这个人 所以看起来 其实民进党是不是 现在真的执政六年之后 他觉得我过去的成功经验 反正我没有失败过 我就从头到尾复制 我觉得这次觉得可以凹得过去 可是年轻人啊 甚至一般中间分子已经没有这么傻了 就你玩了几次之后还会被你骗啊 这个我们其实在选区 在地方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们台湾民众 用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机制 送走了一个国民党 没想到迎来一个超级国民党 他现在根本就是完全在走原来的那些老路 这有过之而无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 之前在讲这个所谓的党政军退出媒体 我们傻傻我们这个马大爷就真的退出媒体 对对对对 结果现在是什么情形 兄弟们大家进去吧 所以我想人民的眼睛真的是血亮的 以前是老十三台现在是新十五台 新十五台 绿绿连线 相连到天边 所以我想大家眼睛是看得清楚的 尤其是年轻人 还有就是说我们 比方说中壮年这一块的人 他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我在选区在跑的时候 常常有人跟我这样讲 当初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去投民进党 而且是之前是绿的哦 很深绿 他们整个叫宜兰人 我也有遇到 宜兰人深绿的哦 还跟我对不起 对我真的不知道 忏悔是不是 对他说我之前都投蔡英文 我再也不会再投民进党了 他们已经看到这个趋势 你说是老一辈的人也都这样讲 没有 中年 那年轻人根本就是一直都在批评 像刚刚那个历史哥有讲低卡 这个趋势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我觉得如果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高层 还在那边沾沾至起 认为他们用他过去这一套 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我必须告诉你真的错了 真的去这个民间 去这个基层走走看 你就听到这种很多声音 他说我们一家都是绿的 可是我们再也不会支持绿的 真的是 这是从头深 末之绿的那种人都会讲出这种话 我觉得这是个警讯 另外我觉得我应该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不时的提醒 所有的民众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那个很深绿的他就跟我讲 他说对他来讲他会看到他会记得 可是还是有部分的民众 他可能过过就忘了 或者就会用那种语调 比方说那难不成我再投回去给国民党吗 难不成我要去投民众党 这种语调还是会出现 所以说我们在媒体上有这种声量的 或者是可以来曝光这些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 过去民进党到底干过什么好事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一定要让大家去想到 我们不是说要去让大家想到一些痛苦的事情 不是 是做出这些事情的人 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而不是做完之后 反正我就下台了 反正我就我也不执政了 我就不管了 不是这种事情 因为他们比方疫苗的事情 这些事情是伤害多少 我们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光是党疫苗这件事情 难道做过可以传过水无痕吗 你或许没有法律责任 可是你的政治责任呢 你对台湾土地的这块责任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时时提醒大家 去记得这些事情 对 尤其刚才讲的疫苗这件事情 他就说我是小的 我为什么要挡疫苗 那你就讲出来 如果不是你挡 一定是有人挡嘛 那那是谁挡 为什么经过了蔡总统同意之后 就一切都没得挡了 那是谁 你要讲清楚嘛 而且刚才讲的年轻支持度 你看民进党过去都引以为傲的支持度 然后陈时中一直玩一直玩 一直跟年轻人玩玩玩 玩到最后一名啊 年轻人支持最后一名 这代表 这不是用很传统的一天到晚cosplay 或是说成长养成游戏就有用 这件事情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讲到 高宏安论文的这件事情 其实早上我就拿到他的资料 他其实也就做了一个完整的 我这边不赘述 他第一个就是2018年 他跑了 自己去跑了 然后是6%的相似度 所以符合学校的规定 这是他2018年做的 接下来呢 他其实先前有跟我讲 就是说一直有什么翁达瑞智柳的人 一直写信去他们学校 就是说检举他检举他检举他 最后他们校方的这一个 这个算是就是等于他们学人会的一个主管 写信回来 告诉他说这个指控并不新啦 被反复操作了坚持了一年多 这次指控包含了自我抄袭 但这不视为研究的不当行为 我已经验证过 确认论文没有版权的问题 这是一件事情 再来一个是说 被讲说什么 他在资策会啊 什么资策会有授权给他或什么吗 他有些人拿他跟那个 林志坚跟竹科管理局来对比 竹科管理局那一个是 主意是业界的委托 资策会他今天解释是说 我们是资策会自己在做研究 就是我自己做研究 我也取得资策会主管的同意 怎么叫做我在抄袭资策会 有没有经过授权这件事情 但是呢我要讲的这张以外 没看到好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 刚才你一直讲到的 近周刊 近电视这件事情 大家也会觉得哗然 TPBS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有感觉出来 中天TPBS我都待过 我会觉得 老多家被整了 大家会觉得唇亡齿寒 这下一个的确是TPBS 然后大家会觉得 你近电视 近周刊才被人家爆说 你亏损了这么多 你亏损了大概 2.5倍的资本额 然后呢 你现在到了11月底 你的钱就要烧完了 然后居然就可以这样 直接挪到55台 然后呢会把TPBS打到 140几台 150几台去 第一名的电视台 收视里面第一名的 然后打到后面 这完全不符合 所谓的商业机制 但是就这么干了 他跟你说是商业机制 不符合商业机制 但是他说这是商业机制 这是荒谬到极致 收视率最高 竟然可以把频道加100 直接从55变到150几 或149嘛 就是说这其实是很荒谬 其实刚才 刚才志豪在讲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点这个 就是勾起我一些历史 当然一些想法 大家知道这个公众记忆 真的是短暂的 那操作公众的记忆 真的在历史以来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大家最常见的 当把政府机器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好民不予官斗 为什么 因为政府机器其实是一种 国家机器 它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你只能谨慎节用之 今天我们看到纳粹时期 你知道他最后国家机器 渗透到什么程度吗 我有一个学姐 带我个两届的 她是做什么 她亲自到德国去取代 她做的是纳粹妇女的角色研究 纳粹 你就想一个德国 怎么会化身成一个战争的机器 然后不断的去屠杀这些犹太人 甚至其他他们认为列等种 一些斯拉夫民族 吉普赛人等等的 为什么 那这些人为什么觉得心安理的 而且他觉得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他们最后 是直接把思想 透过纳粹母亲的角色 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家里都有妈妈 用妈妈的角色去洗脑这个家庭 这是何其之恐怖 希特勒在位就十年多一点而已 他在位的这五六年之间 就把整个德国完全变的样 抱歉希特勒上位 不是在一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战败就上位了 一战结束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威马共和 后面才变成纳粹帝国 希特勒还是从 他其实也不占绝对多数 他是用了一系列的操作暴力事件 然后先当上首相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 才拿上权力的巅峰 前期当时威马共和的新登堡总统还在 他的权力也没那么稳固 好我讲这些历史阿利亚扎 我知道大家 这个可能有些人听过没听过 没有关系 我只要告诉大家 几年的时间 就把德国人变得像疯子一样 变得像全世界最恐怖的杀戮机器 四处在屠杀别人 所以今天大家就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控制媒体 为什么我要控制网络 为什么镜中看这么这样不演了 把T台这样直接夹掉 就像刚才徐福讲的 15台统一天下 事实上现在从49台开始转 49 50是 全部都是一台不够 我用饱和资讯量攻击你 这是真的 而且你基本上他可以做到无缝接轨 那他在网路上他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他可以压制你的流量啊 他可以灌你啊 这是很明显 而且已经是可以被验证可以操作 大家还记得520的时候 大量的频道被下架 我第一个受害者 而且当天我还不知道我频道 我是在中网主持 我们现场直播下去 小编说 历史哥怎么会这样 我们的影片 他给我看那个背台 后台 我没有看过那个标耶 那个红色的什么 这个影片内涵什么 暴力什么不能上架 我做YouTube做那么多年 我完全 我们里面是有在揍人什么吗 但是民进党他非常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到回来讲啊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 民进党像过去的国民党翻版 其实他比国民党更厉害 更甚之 国民党现在你叫他发便当 动员游览车 他可能也发不出来 对 这家真的还真的不及啊 对啊 那你说为什么民进党这样想 其实他们是总结一个历史教训 什么历史教训呢 我在分析给大家听 国民党在威权时代 怎么对付党外运动 很简单 报警党禁 各种禁 让你的声音发不出来 一个演说家对一群空椅子讲话 没用 演说家再能言善道 没人听没有用 一个哑巴 对一群人也讲不出话来 没有屁用 所以他就双重制约嘛 第一个你很会讲 我让你没有流量 让你卖现实 所以吕修连不是跳出来说 民进党在打压他嘛 要不然吕副总统 你要正让他传出来 其实他大家听得都很感动 那倒过来 我下面让你很多的人 问题是你一个人也上不去啊 所以就变像哑巴一样 所以你没有办个电视台 就直白的讲 像我们民众党很多的候选人 能够到电视节目要去 很难卡嘛 那最好笑的就是 你每一间绿色的电视台 整天在修理高宏安 整天在修理黄珊珊 请问一下 你有请任何高宏安黄珊珊去过一次吗 或者是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可以代言的 或者是幕僚去过 从来没有 讲的跟真的一样 好像他现场认罪大会 画一张图 然后就把它插得满间都是 所以我跟大家讲啦 就是回到我刚才一开始呼吟那一个 随着民进党的这个权力的动荡 或者是他接下来他觉得选情越来越艰困 他所做的事情就越来越疯狂 他这个事情他会越加的更甚之 而且会不断的颇张 因为其实现在剩两个月 很多事情根本来不及澄清 举个例子就好 我相信徐甫也知道 黄俊英老师 当时国民党 这是个很经典的例子 他是中山大学的校长一身清风什么都没有 结果走路宫事件一个弄 你看他到死他的清白在哪里 真正游戏 人真的是会游戏 所以我想 因为我们民众党有好多好多的 我们的民众党这个支持者或者是党员 其实大家网路都很厉害 尽可能散兵游泳 散出去到处去散播 正确的知识跟资讯 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去突破他这个整个封锁 我相信大家感受很深 铁桶证真的来了啦 最近民众之声的铁桶证会越来越厚 因为我每隔山吵就被揍了 所以我是一路走过来 我真的被封过台喔 我在去年三四月的时候是直接不能直播喔 完全死掉 他就是被逃避一个电啦 然后结果封完 本来要封三个月他抢我大概死定了 结果后来封了两个月 因为这个故事我好像有来讲过 我刚好遇到赵少量赵大哥 那他用谁拳击我 他用那个现在已经倒掉的 那个香港壹传媒 那个封我 他说那他跟壹传媒讲 因为他跟壹传媒很熟 我提前一个月解除 解除说我每个月流量加30% 我简直不可思议 哇 有这种事情 然后到了11月的时候 因为公投一来 每个月又掉30% 哇 可以这样控制 就这么 那你每天做节目 而且你是越来越优化 你请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设备一直提升 可是没有用 所以这问题就是说 到底是你产品不好 我们真的做到后来 做新媒体都会疯不掉 然后我相信就是 选举小党也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 资讯在他那边 王道在他那边 人在他那边 钱在他那边 你看那个猫 以前好像大家都好朋友 突然之间怎样 变成这么凶残 那大家不包括我 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相信他之前跟林仲长 就是有一些渊源 可是他瞬间翻脸就翻脸 他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不要放弃希望 好 最后一点 我想让王辉杰来讲一下 就是 刚刚其实历史哥讲的这个事情 我其实分两边来看 TBS这件事情 就算他最后没有移屏 我讲白了 他其实修肌肉给你看 你自己 以后知道你的分寸在哪里 小心一点 因为你有可能 我们一个决定 你可能会改变 你这个频道营运的命运 这个其实寒蝉效应在这里 另外一个寒蝉效应 我其实我讲 周刊这件事情 包括张善政 哇 下的标也是非常猛烈 张善政竟然复制贴上周刊 然后什么减转凡啊 报丑文啊 直接这样想 然后又是高宏安 什么博硕士论文 报丑文啊 然后里面只是写剽窃啊等等 其实过去的媒体 其实在他们不确定的事情 或是说 这个比较深奥的事情 因为今天高宏安台报料说 连写他这个记者 他都没看过他的论文 他也问说 你的论文在哪里 要在哪里下伞 两个王子都不知道 对 所以说 但是他的标题 他是可以这样下 甚至张善政这个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 到底事情的细节是怎么样 但他也可以把它印成周刊 变成以前我们叫发黑函 现在我就直接发周刊 周刊就是黑函了啦 对 现在就直接 我就说就是静周刊 直接指控就这样发出去 我也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 那我会讲你自己在做 所谓的揭闭 所谓的爆料 你自己的压力 有没有很大 你难道不担心说 接下来 你也要被对付 就是你再一直这样子 再一直开记者会啊 再一直在那边爆啊 我觉得这是我刚刚在走来的路上 我看完洪安的这个记者会之后 我是想提醒大家 大家去看林志堅 在被讲论文抄袭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 他躲起来 他说他找不到论文 你看一下高文安 这个媒体一爆出来之后 他所面对的态度 所以我要讲的是 不要小看我们民众党的女力 当然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候选人 男力也很棒 男力也很棒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有一种 很汉 然后又不怕 然后对于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对正确的事情 我们都一定会一阵言辞的 把它讲出来 但这个不是那个寒蝉效益 我想这个在我们党 我觉得是不会发生 那对于刚刚那个 其实我很想讲一下 我们今天早上 我还特别去问了NCC 在立法院 他讲就是说 现在有关这个 这个频道商 其实已经提出所谓的 调处申请 但是呢 他根据了这个 有线广播电视法 有给NCC 一个很大的权利 就是说 这个调频到底要不要调 最后是他们内部决定 哪还是不内部决定 我还请法助说 那问一下有外部人吗 没有 所以他们自己人 就可以决定完这件事 那我就要 我就要要求你公开透明 不然你就来立法院说明 就是这样子 不论所有事情都盖出来 不是什么寒蝉效益 不是这种事情 现在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喊 所以我们会被限流量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但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呼吁 该讲的 大家还是会想知道事实是什么 可不可以借个两分钟 回答一个问题 刚才那个沙漠风暴说 为何20到29岁会支持破钟 不懂 第一个我们先讲说 有没有机构效应 我们不敢说 那但是回过头来 如果你在那个资讯的银房里面 真的很有可能 我为什么很有感 因为我最近刚好在找小编 我想要找一个小编 然后我就应征了很多 然后就来真的有决亲来 他所接收到的资讯 他跟你讲他所有的娱乐 全套的 呱吉啦 那个谁 那个谁 我全部听了一大圈 什么百灵果 什么听了一大圈 糟糕了 这个好像 我们这个工作室好像很难用他 真的 他讲了一整圈 你听不到一个不是同温层的东西 所以真的是多元宇宙嘛 对不对 大家各自在各自的 分割的 完全 而且在终于在不流通的 他完全就是一个浸润 所以你说 我不知道 他这个民调的实际怎么样 但是我跟大家补充一点 我的深刻的感觉就是 后来我找到一个 他为什么他来 因为他从来不看他 一个新闻都不看 所以他什么都不懂 就是因为他什么完全都不懂 所以他在剪我们的片的时候 他剪得很辛苦 但是 就可以聊得很开 因为他完全没有预设立场 对 可是真的是剪到宝 老实讲 那 剪到一个完全没有看新闻 对 所以回过头来回答您的问题 为什么20到29岁 他如果有主观支持的意象 因为他所有能看到的资讯 其实都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所以你能说他不支持民进党 他就不觉得陈思忠可爱吗 陈思忠敢做这些 我们看这种 对不对 跟高嘉宇一样 但是为什么他敢做这些 因为他就是做这些素材 全部把你围起来 所以陈思忠卖是软男 对不对 但是他可以做得出来 2018有高嘉宇翻白眼 2022有高嘉宇呕 每逢民进党推出人选的时候 他的状况就别多 但是呢 我要最后请自豪补充 刚才讲说20到29岁说是 陈思忠领先 这我有点存疑耶 这个跟我看到的 我也不太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民调 我觉得真的素质看看就好了 我曾经之前也看过 非常多奇怪的地方 比方说之前就有一份嘛 他说那个 我们台北市好像只有学姐一位 在安全名 这奇怪 我去问国民党所有在我们 大安文山的候选人说 你有没有看到这份民调 没有一个人有看过这份民调 可是他就是纯粹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民调这种数字 还有机构效应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误差等等 我觉得听听就算了 我必须再重复我刚刚讲的 我在我自己的选区 在我们大安文山那边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 在唾弃破终了 而不是在支持破终 那我相信到时候 11月26候 选民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大家就会看到结果是什么 好 今天的民众之声到此为止 我看一下已经1点12分了 大家聊得很尽兴 好 那个 记得礼拜四同样有民众之声 那今天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三位 谢谢 拜拜 拜拜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学姐黄静莹 比起熊赞 我更需要你们帮我按个赞 一年中我最爱的月份 就是你的订阅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学姐爱你喔 啾咪